62. 經濟一周,舊市引發了新炸彈 2015年7月18日中長線A股區P070A股伯激羅上配上周說的舊市三部曲 國家隊入市,經濟面溫輕提示,國賊加糖加奶 如果明白此道理的話,就不難理解為何第二季經濟增長仍然是百分之七達標 為何國家隊時而托兩遊四銀,時而遊估大盤托中小盤 以及為何航空股能極速谷底急彈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都是舊市的動作之一 股市舊市方案一個大內移,變成下一個健康牛的開端 相信今次是可以成功的,雖然代價很大 本周要討論的是舊市衍生了另一個炸彈 股市期貨,是股市影響期指,還是期指左右股市 這從來都是雞仙還是蛋仙的問題 在內地,今次股市期貨的急跌,源於股市的波動 沒有異議,但由跌勢變成亂局,就肯定是因為政策的左搖右擺 在托市期間,股市期貨市場最震盪的,是宣布限制開倉 和公安調查惡意估空,這都大大影響其指市場的機有規矩 有貨大或值股市期貨套離其指市大個賭場 理想化是用來做對沖,但實際也必然會存在對賭 如果其指只能是有貨對沖,投機者或一些純以指數炒方向的股民 就只能離場,另一批投資者是持貨想估其指做對沖的 為眼見其指大賭一日比一日收緊,今日估了一張做對沖 就算不怕公安想滿問責,也不想冒著明天政策又收緊之苦 這類投資者,不全身而退也會被必靠邊站做塘邊學 又有一類投資者,相信是有實力的貸款客戶 他們持有股票,可謂是有牌估其指料 過去幾天,他們可能在其指市場轉出了一條新門路來賺大錢 過程可能是這樣,為響應救市行動 他們都已在市場的低位數入不少於兩由四銀這類大盤股 連同他們在高位買入但未有止四的三、四線股 大致上股票的倉位是持平,無賺無輸 他們如何在其指套利呢?要知道國家隊入市主要是力拓大股 換言之,他們持有的大盤股基本上是有無限資金在替其互盤 同時,因為他們手上有貨可估其指,而其指的成分股中多 尤其是三、四線股份對指數的中籌力量刑大得驚人 當國家隊指力拓大盤而放手三、四線股時 指數成分股自然形成兩極化 情況1月3、7月15日,中國石油天然氣 A股漲停 內銀倒升 但三、四線股與指數同步下跌的情況 此時,股出的其指合約因為指數下跌而獲利 同時持有的大盤股則有國家隊穩住股價 不跌反升,這就是套離,這些套離機會的出現 是其指政策的混亂和國家隊至今不能每天都托上托落所有股份所致 古指其課已變成天堂與地獄 週五十七日,是所謂的其指交國日魔咒 過去其指交國日並不是行常的魔咒 只是偶有極端行情,但在信心跪伐的股指市場 有這種心理陰影也在所難免 則不時,很多官媒評論今次其指交國日國家隊必定會贏 為在整體股市的制度而言 股指期貨在這次托市行動中,是輸了很多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 請按頁面右邊羅上配銀河證券業務發展董事作者 從事投資研究工作超過十二年 主力研究中之國企股份及分析內地經濟政策 目前主力為內地保障及財經雜誌撰寫文章 亦被中、港傳媒機構邀任財經節目嘉賓 著作有志取惡股新時代保障 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technology doctrine 駿石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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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